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家父姐姐 很开心看到你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课堂了 让我们一起去唱《上课料》 上课料 上课料 终声响了 手牵手笑 一笑开始上课了 上课料 上课料 终声响了 手牵手笑 一笑开始上课了 小故事带到你 写诗神童 方仲永 从前 有一个小朋友 叫做方仲永 他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 家里面 无论是爸爸 爷爷 太爷等等 全部都是耕田为生 没有怎么读过书 方仲永都一样 他今年五岁了 但是从未见过子和笔 当然 字都不会识写了 但是有一天 方仲永突然 和爸爸要子和笔 说想写诗 爸爸觉得很惊讶 因为方仲永从来没有上学读书 更加没有写过字 爸爸就问 我们家里没有子和笔 你连个大字都不识写 又怎会识写诗呢 方仲永哭着这样 再三向爸爸请求 爹 求你给子和笔我 我真的很想写诗 好吧好吧 我问邻居借一套 回来给你用 方仲永一拿起笔 随手就写了四句诗 马上递给他的爸爸看 不过他爸爸是个文盲 即是不识字的 所以自然看不明白他写的诗 于是他们就去找村里面 最得高望重的掌路先生 给他看一下方仲永的诗 掌路先生看到方仲永写的诗 觉得很惊讶 哈哈 这几句诗实在写得太好了 内容深刻雅字 文彩圈厉多字 仲永真是一个神童 如果加以灾会的话 将来必成大器 没多久 方仲永的天生奇才 传到了园里面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神童 园里面那些出名 又有钱的人 很欣赏方仲永 见到他表演写诗 就会拿钱打赏他 奖励他 方仲永的爸爸很开心 因为家居然出了位神童 单单是打赏的钱 已经差不多等于他们两个月 种田的人工了 于是方仲永的爸爸 不再耕田 也都放弃了给方仲永 上学读书的念头 而是每日带着方仲永 轮流拜访 院里面出名 或者有钱的人 由于方仲永 只是一味 憑着这一点点的天才 并没有再努力学习 读书写字 结果他的能力 多年来都没有什么进步 十五年之后 二十岁的方仲永 已经不是什么神童了 因为他写的诗 已经没有什么特别 他也都没有再写诗了 有一名神童 变成了搬货的普通人 专闻都觉得很可惜 其实如果方仲永 懂得继续努力读书 相信一定会成为一位 很出色的诗人 小朋友 我们记得在任何时候 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不要浪费上天给你的天分 家父姐姐游学团 今天要介绍的这种动物 是小观众推荐给我认识的 难道 他因为他的斑纹 而对这种动物有兴趣? 今天我要介绍的 是斑马 斑马其实都是马的一种 常见于非洲 斑马最特别的地方 当然是他身上很多的条纹 每只斑马的条纹都不一样的 除了斑马之外 斑马还有立起的中毛 一般来说斑马是群体生活的 数量可以由几只 到几百只 成年的斑马一般有2.3米高 差不多是一道门那么高 体重可以是300到400公斤 哇! 那不就差不多有5个爸爸那么重 讲起斑马的文 以前斑马被误以为白色皮肤 黑色颜条 但其实斑马是黑色皮肤 黑毛和白毛相间的动物 有些斑马在黑白纹之间 还有带啡色的阴影纹 虽然斑马的黑白斑文 在人的眼中很抢眼 但对斑马来说 其实习乱的斑文 可以令到害虫 不会寄生在他们身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黑白色的条纹 还可以调节身体的温度 好像天然冷气 就是这样 因为白色可以反光 降温 相反 黑色就吸光和升温 斑马的纹 在头 颈 前半身的部分 是直的 而后半身和脚的斑文 就是横纹 我们看下 每个斑马都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 每个斑马的纹理 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这样斑马他们自己 就可以识别到互相的身份 斑马的视力不错 它们不是色盲的 和其他有提的动物一样 斑马的眼 是生在头的两边 视觉比较阔 它们在较黑暗的环境 都能够看到其他东西 但始终夜视的能力 就没有肉食动物那么厉害了 幸好斑马的听力都很灵敏 令它们在夜间 不会那么容易被肉食的动物捉到 斑马是草食性动物 除了草之外 灌木 树枝 树叶 甚至树皮 都可以做它们的食物 因为有适应能力 比较强的消化系统 令到斑马可以在低营养的条件之下都生存到 斑马的耳朵可以表达到它们的心情 心情平静 紧张 或者温和友善的时候 它们的耳朵就会竖直 受到惊吓 耳朵就会向前 而在观察周围有没有天敌的时候 耳朵就会树起 眼睛就会不停地转动以作观察 紧张的时候 鼻子还会喷气 见到有天敌 斑马就会很大声地撕叫 不说不知 原来斑马出生的时候 斑马是啡色和白色的 当它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才会变成黑白霜 不知道 她的家人 会不会不认得她呢? 律动时间 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又是时候做运动了 多个年纪 停留下来 стве选择 摇摇 三屋 继续 已诱放 琴 我是一只 学了鞋 旁 单鞋 单鞋 右边脚仔,单脚棋,单脚棋,没问题,两脚棋好摇摇停,左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单脚棋,单脚棋,姿势多又微。 我是一只空左脚棋,单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单脚棋,单脚棋,没问题,两脚棋, 两脚棋好摇摇停,左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单脚棋,单脚棋,姿势多又微。 在再跳多次首歌之前,等我们一起来做一次拍子体操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这些歌大家都跳得很熟啦! 这次我们难度挑战! 让我唱快点,看看你们能不能跟进! 我是一只空左脚棋,单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单脚棋,单脚棋, 单脚棋,姿势多又微。 我是一只空左脚棋,单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单脚棋, 没问题,两脚棋,没有问题,两脚棋,好摇摇停,左脚棋,单脚棋,右边脚仔, 单脚棋,单脚棋,姿势多又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有阵时都觉得好闷呢? 其实 钢琴好有趣的 等Terry哥哥今天同大家分享多一个钢琴的斗志式 让你更加认识这一件好像好熟悉 但是原来还有好多秘密的乐器啦 我相信你都知道 钢琴有黑件和白件 但是 你知不知道 总共有多少个黑件和白件呢? 有没有小朋友 立刻回答到我? 不知道? 我给你看一下啦 是哦 我见到有小朋友在数中 好了 不要数了 不要数了 我告诉你 一个标准的钢琴 总共有52个白件 三十六个黑件 加上就有88个钢琴了 为什么是88个 不是60个 80个或者100个呢? 如果你记得Terry哥哥有介绍过 在钢琴未出现之前 有一种乐器叫做古剑琴 之后慢慢才演变成钢琴 忘记的话 就快点看回家父姐姐网上教室第一集啦 古剑琴琴有60个剑琴 所以最早设计的钢琴都是仿照古剑琴 只有60个剑琴的 即是只可以弹奏60个不同的音 过了一段时间 作曲家就觉得 60个音太少啦 所以就跟钢琴製造商去沟通 不如试试制造多些琴键的钢琴吧 音乐家就可以用多些音去创作咯 于是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比60个琴键多的钢琴啦 一直去到有一间叫做史坦威的钢琴製造商 在大约120年前出了一款88个琴键的钢琴 其他制造商就用这个来做标准做琴 一直到今天咯 可能你会想 那为什么不再加多些琴键 加到100个 200个 甚至乎999个琴键 那就可以有很多音可以弹咯 嗯 其实你讲得很对的 一年多之前 有一间澳洲钢琴製造商 製造了108个琴键的钢琴 比平时的88个琴键 多了足足20个琴键 有人叫它超级钢琴 不过 这个琴键变得又重又贵 重644公斤 价钱超过200万的 真是很厉害啊 琴键越多 琴就越重 其实就越难弹 而且太高或者太低音 我们的耳朵已经分得不太清楚了 所以大家一般都会认为 88个琴键是最适合的 如果你家里有钢琴 一会儿下了课 不如快点去数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88个琴键 也逐个琴键按来听一下 钢琴还有很多有趣的斗字式 你学着钢琴的话 记得多些练习 享受音乐 稍后Terry哥哥再分享多些斗字式 你们听吧 拜拜 齐来做个小偵探 各位小偵探 之前我们认过很多不同的中文字 你有记不记得了呢? 今次我们就试试认识语啦 一起准备啦 今天天气好好喔 晴天这个词语是怎样写的呢? 请你找出来啊 红色卡上面写的就是晴天啦 你懂得写中秋节的中秋呢? 你懂得写中秋节的中秋呢? 请你帮我找出来啊 你懂得写的。 你看看看哦 晴天这个词书 在星期的中秋呢? 是在中秋上面写的中秋呢? 是中秋了 农历新年、都 新年這個詞語又是怎樣寫的? 紅色卡上面寫的就是新年 嘩!是很香很大的芒果 芒果這個詞語在哪裏? 你又找得對不對? 黃色卡上面寫的是芒果 這裏有些蘋果在那裏 蘋果這個詞語又在哪裏? 三張卡入面請你幫我寫出來 紅色卡上面寫的是蘋果 開水喉一起洗洗手 洗手這個詞語是怎樣寫的? 你答得對不對嗎? 藍色卡上面寫著洗手 哈哈!有隻牛在這裡洗醋 好呀!洗掃這個詞語在哪裏? 請你幫我寫出來 答得好呀!洗掃就在藍色卡上面 這裏有條行人天橋 天橋在哪裏一張字卡上面寫著呢? 天橋在哪一張字卡上面寫著呢? 天橋在哪一張字卡上面寫著呢? 天橋這個詞語就寫在紅色卡上面 它們在那裏寫著意思 不如說中 610 910 對於職探吧nea 紅色卡上面寫著 是我們想做 nerd 同學仔,同學這個詞語是怎樣寫的? 黃色字卡上面就是寫著同學 小偵探,你們好聰明呀! 從認一角的生字,到認詞語都難倒你們,厲害呀! 小朋友,今天的課堂就來到這裡啦! 記得和爸爸媽媽分享下你今天學了些甚麼! 我們下次再見啦! 下課鐘聲響了! 廢廢手說再見,今天再會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下課鐘聲響了! 廢廢手說再見,今天再會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